台风海魁逼近台湾 3号的清晨6点钟 海魁集结在台东市东偏南方向 约175公里 目前海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也在逐渐的增强 预计会在3号的傍晚前后 在台东附近登陆 也是成为4年来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海魁步步逼近 台东可能会成为登陆首站 在多辆车站轨道旁 天空灰蒙蒙一片 白浪拍打岸边 当地不少游客以为台风朝北台湾而来 跑到台东避风 反而直接遇上海魁 行程大乱 富岗渔港位于银封面 有船主赶紧驾驶空船前往绿岛方台 台东超市2号傍晚出现抢货潮 货架被扫空 蔬菜被货量比平常多出三倍 不过有夜市摊商表示 生意少了差不多一成 临近台东的花莲县也严阵一带 加油站业者将机台用绳索固定在地面上 避免遭连根拔弃 民场将一点点米带堆放到高处 车子也派上用场 堵住门口防止铁卷门脱轨 台湾气象部门预估 花莲县3号上午开始24小时内 累积雨量将达600毫米 域里看设二级灾害应变中心 极岸箱紧急撤离民众 外岛方面台东往返绿岛蓝宇的船班 已经全速停航 二位处台湾海峡的澎湖马公克海港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大潮影响 都出现海水倒灌现象 澎湖3号开始对外交通全速中断 全天取消41个航班 影响约3500名旅客 不少游客前一天赶紧前往机场互补机位 海魁有机会成为4年来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纳入警戒区的高雄 台南 嘉义 屏东 花莲 台东等7个县市 3号停班停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